最近消息看到是中科院交付的藤原无人机 今天在空军的花莲基地进行作战测评的时候 突然失控 冲入了跑到旁边的草坪区 机身是毁损 目前已经运送回到了这个家山基地 失控的原因也正由中科院在调查当中 而对于这个突发事件 中科院也回应表示说 藤原无人机在花莲基地进行飞行测试 那么滑行起飞过程当中 因为机舰显示异常放弃起飞 刹车减速中是滑出跑道 初步检视逐起落架跟螺旋桨损伤 已经返场检修一例后续的飞行测试